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智障和通胀在实际层面也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是不断的在智障和通胀之间来回折腾 当然现在我们说的很轻松 但实际层面每次智障和通胀转换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少财富人间蒸发 有多少家庭带着全家走上天台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所谓的通胀智障之间的转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并且要研究一下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何种影响 来看一下最近媒体关于智障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媒体平台警告智障风险的人 就包括投资界的大佬之一卢比尼 他认为现在的各国政府债务都在飞速累积 这其实说明货币的刺激对于经济增长效果逐渐变差 各国央行已经是被高额的债务和经济刺激绑架了 只能是机械的不停印钞偿债 这样累积下去总会有一天所谓的明司机时刻就会到来 也就是市场会突然的失去信心 股市和楼市会毫无预兆的突然下跌 之后我们会迎来一个经济极为低迷 但是物价却居高不下的智障时代 类似的这种警告 最近的美国银行等等机构也在他们的报告当中提到过 其实关于智障的这一番说法 早已经是老生常谈 没什么出奇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点 就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段 提醒大家对于市场智障的预期 这个有很不一样的含义 那目前市场阶段是什么阶段呢 目前我们处于一个所谓的通胀阶段 而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 当市场从通胀转向智障的时候 会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智障 那经济智障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在具体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的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 是怎么样来称呼经济萧条的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 在经济萧条的原因和救治这篇长文章里面 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1929年爆发经济崩盘的时候 美国的新闻媒体还在用depression 萧条这个词 之后觉得这个词对市场预期影响不好 于是改为recession 衰退期 意思是虽然暂时衰退 但以后还可以涨回来 之后 金融市场的大佬们 觉得这个词还是太刺耳 于是又改为dounter低迷 然后再进一步改为最温和的 slow down减速 这些所有的词描述的现象并没有改变 就是经济萧条 改变的只是人们的心态和描述的方法 那金融机构和媒体都倾向于用更加积极的词语来描述 经济萧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这个就说明金融机构和媒体越来越倾向于欺骗公众 他不愿直接描述现状 而是更愿意为经济萧条涂脂抹粉 稳定市场信心 那么这个事情和经济智障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因为这一套描述经济萧条的词语发生变化 那除了人们心态上的变化原因之外呢 更重要是现实基础发生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本质就是因为货币的扩张 可以说货币扩张就是智障的源头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货币扩张呢 那有一种庸俗的看法 就是认为这是因为自由经济造成的问题 那自由放任的市场造成人性的贪婪 所以金融机构会不断的增加信贷扩张货币 最后呢就造成了过度的货币扩张 形成经济萧条 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这一切怎么发生的 那最早期的银行家都是金匠银行家 他们的客户会把大额的黄金 存放在他们开设的银行里面 这些金匠银行家会为存金子的客户 开具一张提货单 上面写明存了多少黄金 平单提货 这张单子呢就相当于钱 见到提货单如同见到等值的金子 不过久而久之以后呢 银行家发现客户存完黄金以后 很长时间都不会来提货 利用这个空档期 银行家就私下印刷了很多提货单 借给那些需要用钱的人 并且能从中收取利息和手续费 比如说客户在银行存了100盎司的黄金 银行原本应该开出100盎司等值的提货单 但是现在银行私底下多开出了50盎司的提货单 借给那些需要用钱的人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信贷和货币的扩张 这凭空多出来的50盎司的单据 就是被创造的信用 那银行本身是有很充分的理由 去尽量多的印刷和借出这种提货单 因为每借出一张单据 就可以多收一次利息和手续费 这个当然是多多益善 但是银行家他不敢无限量的印刷 这种黄金提货单 那假如实际储存了100盎司黄金 但是却印刷了1000盎司的提货单 那就代表 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 同时来银行要求提货 那银行库存的黄金就会马上被清空 银行倒闭 所以银行家不敢胡乱的印刷这个提货单 但是说到底他们也想多挣利息 那怎么办呢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增加库存的黄金 库存的黄金越多 银行就越有底气印刷更多的单据 但市场上的黄金存量是相对固定的 要满世界找那么多 持有大量黄金的人来存钱 恐怕也不是很容易 那这个时候 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 就找到民间的商业银行 对他们说 那我来给你们提供更多的储备金 这个储备金就是央行的法定货币 所以你们不用再储备黄金了 新的储备金 你们想要多少 我就可以印多少 那储备金越多 商业银行对外借贷的生意就越多 而且风险还不会增加 那商业银行听完之后呢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然后他们马上就和央行 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从此以后 商业银行借出了比以往更多的钱 也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在这个结构当中 核心是央行 他们为商业银行提供法定货币 让整个系统可以产生更多的信贷 而这个中央银行 它是政府的权力部门 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驱使之下 它天然就会发行更多的货币 又使手下的商业银行 发行更多信贷 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 恰恰不是自由经济 而是政府的权力 政府的权力控制着央行系统 形成了一个金融的托拉斯集团 政府央行和赌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投资市场 这三方合谋 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铁三角 他们控制了美国乃至全球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扩张 并且这种控制的前提 是一种权力对市场的控制 它让市场几乎失去了自我调节的机能 那所谓的经济智障 就是市场失去自我调节机能的一种表现 来简单说一下其中的道理 我们接着之前的金匠银行的例子来说 当金匠银行家的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说明经济变好 大家都挣了更多的钱 所以银行对外借出更多的资金 发行了更多的可兑换的提货单 也就是我们说的纸币 那由于大家手里的钱变多了 人们就倾向于大量购买国外商品 那国际的消费就会同步增加 物价上涨 但是本国的黄金兑换单 是没有办法在外国使用的 所以人们想要购买国外商品的话 就必须先要把兑换单变现成黄金 然后拿到国外去消费 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 银行里的黄金储备就会减少 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储备不足的风险 就必然会减少黄金提货单的发行 甚至会收回一些之前的提货单 这个其实就是收缩纸币的发行 这个时候经济进入收缩阶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萧条 那这个时候对外商品的消费会减少 物价会下跌 而与此同时呢 之前大量黄金流入的外国 又开始了他们的货币扩张 开始反过来购买本国商品 这个时候就代表 黄金又开始从国外流回国内 那用于本国的下一轮货币扩张的黄金储备 又开始增加 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 形成了经济周期 我们来看这个图 从货币扩张最大的A点 到收缩最厉害的B点 再回到A一点 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这个原始的经济周期模型呢 在金融托拉斯集团横行的今天 已经被扭曲了 由于央行有政府的背书 他们开始滥用权力 超额印刷基础货币 而跟着央行混的那些商业银行 就顺水推舟 发行了更多的借贷 信贷也跟着扩张 民间的国际消费 因此持续不停的增加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原本是一张一驰的周期没有了 货币的扩张和消费扩张 开始无限的延展下去 似乎永远不会回落 那么周期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没有 那仅仅周期呢 是被金融托拉斯集团的 信贷和货币扩张 撑大了撑长了 原本可能五到十年 就会发生的危机 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发生 那由于这个中间 不再有明显的货币收缩 所以很难出现通货紧缩 因此物价一直涨高 如果在此期间出现市场的大震荡 公司大量倒闭 就业率下降的情况 那么就出现滞涨 滞涨就是原来的通缩 是一种被货币扩张 称大的通缩 在这个人为称大称长周期的过程当中 由于经济回撤不像以往那么明显 所以人们逐渐不再使用萧条这个词 而是改用衰退回撤减速等等 感情色彩不那么浓烈的词 人们希望通过词语使用的转换 造成市场信心的持续 让这个周期永远的持续下去 但是这个代价也是很明显的 仅仅周期被人为拉长 就意味着货币的过度发行 债务的不断累积 市场集中的程度增加 另外就是全力对于市场过度干涉 那种种这些情况之下呢 未来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 来看具体数据 货币的过度扩张 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常态 尤其是最近20年 全球各国的广义货币都在大量增长 来看美国欧元区 中国日本的广义货币走势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趋势 与货币扩张相匹配的是信贷扩张 利率下降 这一张联邦利率基金走势的历史图 在节目里面已经用过很多次 那全球的货币扩张 信贷下降 几乎是同步出现的 这个是称大整个经济周期的最主要的力量 当然它代价也是很明显的 那个就是债务不断累积 从而形成巨大的风险 市场经济呢 也失去自由 变成金融托拉斯集团的垄断权力 来看美国的债务比例 债务和GDP的比例目前已经大致相当于二战之前的水平 那让和平时期的债务膨胀到战争水平的因素呢 就是过于宽松的货币和信用 来看经济学人的债务地图 红色就代表全球公共债务最高的地区 这些几乎都是经济的热点区 包括北美 西欧 中国 澳洲 都是高负债地区 公债的总价值接近60万亿美元 而公债和企业债在内的所有债务已经超过280万亿 那大印钞票 大发信贷的另一个后果呢 就是造成财富的过度集中 形成市场的畸形膨胀 那根据历史的长时段统计 2021年上半年 全球证券的投资回报 居然是过去100年来历史排名第7号的时段 那这个和全球疫情啊 对经济重创 生产停滞 这个状况是完全不符合的 而且超高的投资回报 并不代表大家都挣钱了 财富是集中在少数的公司和顶端的托拉斯集团 20年 标普500前5名的企业价值 占到整个指数的22%以上的比例 而在2000年 排名前5的只占18% 这种不断扩大的畸形的集中 在全球各国的投资市场都有体现 这种极为不合理的情况 引起了很多担忧 我们回到一开始节目说的 卢比尼他就说过 如此大的风险不断累积 那迟早会出现市场信心崩溃的时刻 但问题是那个时刻真的会来吗 在我看来 他其实有可能不会是以一个瞬间的时刻 这种形式到来的 更可能出现的是长时段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说 一个时间节点的大规模崩盘 可能不会出现 但是一段时间之内 长期的盘整和低迷是有可能的 千万不要小看金融托拉斯集团的力量 他们既然能把繁荣周期拉长 也就能把崩盘周期拉长 把一个短期的大痛苦分散成无数个长期的小痛苦 那人们实际的感受就没那么痛苦 而且即使在低迷的盘整阶段 它依然是有金融小周期的 所以依然是有机会挣点小钱 市场不会直线向下插到底 这种情况有利于金融托拉斯集团的统治 美联储最近这段时间 对于利率问题频繁表态 不停的试水 这个就说明他们会采取温和的加息政策 那所谓的利率正常化的过程会非常迟缓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未来市场的调整 是一种可控的长期的下调和盘整 而不是突然的不可控的崩盘 统治集团完全不希望大破大力 但是他们可以接受小破小利 那虽然说衰退或者萧条的时间段被拉长了 但是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全球性的萧条发生 那么就意味着外部订单急剧减少 那中国会进一步的陷入经济危机 而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又会延续之前的老套路 就是进一步收紧管制 让中国愈加进入一种计划经济的时代 而对于香港来说 全球性的外部危机发生的时候 一般来说资金都会外逃 如果大量资本外逃的话 以现在香港的力量 那必然会引发管制经济 香港可能会开始外汇管制的时代 这个就意味着香港彻底的死亡 那什么时候会真正的从通胀转入滞胀期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看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加息 那一切都会从那个时刻开始进入倒计时 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